地下偶像 VS 線上偶像 給大家投票投票 今天是希望可以比較有系統性 給出大家一些奇數跟克拉拉 在普世價值觀的標準之下 各自的人設有缺點 克拉拉大家記得她的人設嗎? 官方說她怎麼樣? 心機重 心機重就是克拉拉的武器 總是笑臉迎人 那在普世價值觀當中 感覺是個扣分的特色 當然有可能 你可能口味特別重 像我 我覺得這個是加分 這是你的猛點 你可以在心中幫她加分沒關係 但是我現在是因為要做影片 所以我當然就是先以比較大眾的視角 心機重通常是缺點 所以我們這邊就幫克拉拉扣一分 那奇數的人設是怎麼樣? 其實很清楚啊 那我們進到釀光室的時候 就說了 奇數是一個 比起獲勝 更加注重觀眾反應的道館關注 那這個也是在普世價值觀之中 不是一個加分的人設 就有點像是大家去地方的道場 大家去地方的健身館 我比起教學的成績 我更加注重我的業績 聽起來就不是很帥氣嘛對不對 好啦 生涯履歷 克拉拉原先是個地下偶像 他出道曲只賣了8張CD 不多啦 真的是不多 他後來就決定要成為道館館主 來讓自己變得有人氣 呃 據我所知 日本的地下偶像 他們通常是努力的練歌曲 努力的練舞啊 然後努力的練微笑 跟粉絲的互動 來培養人氣啊 詳情可以去看AKB48的漫畫 裡面有很詳細的說明這回事 所以說這個生涯履歷 我們應該也可以把它當作是扣分啦 他要投機取巧 這個通常是不會被人家認可的啦 那奇數大家可能就熟了嘛 這邊以下資訊是古鲁夏提供的 古鲁夏說 奇數原先是一個做自己的偶像 可是他後來因為工商太多了 人氣變高了就漸漸遠離初衷 變成大眾向主播 讓元老級的粉絲對他大肆所望 所以說 欸 看起來他的生涯履歷 好像也是蠻令人失望的 這邊也幫奇數扣個分 好 那我們來看看他的做事風格 克拉拉的個性跟做事風格怎麼樣 大家還記得嗎 他堅持自己 但是會不斷的逃避 他不會去一面挑戰 剛剛就講到了嘛 他覺得好像成為道館館主 就可以替自己帶來人氣 沒有該努力的地方努力 那再來他上了凱島之後怎麼樣 一直逃課嘛 不修煉嘛 偷懶嘛 逃避就是克拉拉的風格 那奇數呢 奇數的個性跟做事風格怎麼樣呢 見風轉舵 不斷撈筋嘛 他原本是個做自己的偶像哦 但是現在廠商希望看到他怎麼樣 他就照做嘛 穿的再少一點 然後就脫了嘛 領子再拉下來一點 那他就拉下來嘛 元祖的粉絲就對他大肆所望嘛 雖然說後來變得很色 但是不能否認的是他失去本色了 我們再看看初見面 跟克拉拉的初見面 我們是在車站嘛 火車走下來一隻呆呆獸 玩家就把那隻呆呆獸給收服了 旁邊克拉拉毫不掩飾 成章玩家 捕捉呆呆獸的樣子很帥氣嘛 啊 你好棒哦 你好帥哦 從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出他 真性情的樣子嘛 不做作嘛 我認為這個算是加分的啦 大家如果長大一點就知道 走在路上你做好事 好像也沒有人看到 所以說大家漸漸變得冷漠嘛 碰到一些違非作歹的事情也都不幫忙嘛 那克拉拉至少在這個部分上 他來給我們讚賞 我幫他加一分 跟克拉拉的初見面其實有兩次 就是在凱之孤島 我們搭著火車去到凱島之後 大家還記得的話 好像沒那麼好 就接續剛剛所說到的 他原先希望投機取巧 透過成為馬士德的第一號地址 然後順理成章的變為道館館主 那當然的 如果我們也去修行的話 我們就會阻擾他在成為道館館主這條路上 就會變得沒有那麼順遂嘛 所以說在車站接玩家的時候 他想要透過對戰 來讓我們玩家 也就是他的後輩 知難而退 他就可以成為馬士德的頭號弟子 謝謝空白的補充啊 克拉拉的行為 其實就是一種自私的行為 但他比較常見的那種好學姐 他應該會鼓勵啊 啊你第一次來開島修行對不對 這邊一定很辛苦 但是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跟著學姐我一起 這個就是常見 比較好學姐的樣子嘛 這個地方看起來蠻壞的 奇數跟玩家的初見面也有兩次哦 主故事1.0版本 在道館上與他初見面的時候 很不禮貌 完全不經玩家的同意 暫自拉別人進入他的直播節目 一點都不尊重 在道館的挑戰之中 也是表現出大頭症的樣子 不管這個屬性是不是你喜歡的 不過我覺得在普世價值觀的 標準之下 我覺得它是個扣分的缺點 在藍之圓盤之中呢 哦 跟奇數的初見面其實是感受還蠻好的 我們會發現 邀請他來藍莓學院的時候 很有禮貌耶 他第一句話就說什麼 很謝謝你邀請我來參加節目一起共演 他的態度改變非常非常的多 那這個時候我們幫奇數 把剛剛扣掉的那個分數加回來 克拉拉跟奇數又不分上下了 相當焦灼 一起來看看對戰中 他們各自的表現 克拉拉這個部分 不得不說一下啦 太糟糕了 實在是太糟糕了 作弊啊 真的是 哎呀 完全是寶可夢訓練家支持啊 對戰就是要公平啊 他事先在玩家的對戰場上面 撒下毒靈啊 哎呀 真的是不行耶 好萌哦 哦 不小心心裡話都講出來了 不行不行 這不能加入任何的私心 這個東西一定要譴責啊 這個行為一定要譴責 把它扣分 作弊是不對的行為 哦 在對戰之中 奇數做了些什麼事情呢 哎 這個地方也是要譴責一下啦 非常的可惜 在藍之圓盤之中 雖然說看不出 他在對戰中有些什麼樣的作為 因為台詞比較少 但是在玩家的主線故事當中 很多很多奇數的台詞 十足的在顯示 其實在這場道館挑戰之中 他似乎沒有那麼重視對戰 他十句台詞裡面 有九句 都是在對著他的觀眾說的 一心只想拉人氣啊 也是幫他扣一分 儘管這有可能對你來講 是加分的屬性 那我覺得任何一個 重視對戰的玩家 一定也會覺得不受重視吧 啊 對對對 像是奇巴娜 這邊觀眾有提出 蠻好的例子啦 還有小橘兒啊 其實 寶可夢世界偶像 其實不是一個 少見的屬性啊 像我們直播也有 演出類似的內容啊 我們有跟星大對戰 大家若還記得的話 我們當時在跟星大對決的時候 很尊重星大的 我們要很認真很認真地 面對這場決戰 那當然的有部分觀眾的留言 那就沒辦法即時反應嘛 這是要給星大的尊重 如果星大跟我打得很認真 然後我一直顧著跟觀眾聊天 招式隨便選 那個星大一定會覺得自己很不受尊重吧 誰知道他為了當時的比賽 準備了多久 小霞跟馬瓜也都算是 有尊重對戰 但是也沒有忽略跟觀眾的互動的例子 那我們接下來可以提提 被打敗之後 他們各自有些什麼樣的反應呢 大家若還記得的話 克拉拉第一次被打敗的時候 他其實很愛面子 前半段他就是一直在擺架子 其實我是放水啦 故意輸給你的 但後半段還是說了 說什麼 你還真是厲害啊 他其實還是贊賞玩家的實力的 那我個人認為呢 扣個0.5好了 奇數第一次被打敗的時候 他做了什麼樣的行為 他覺得 只要人氣有漲就好了 因為他本身在對戰中 就只看中人氣 自然的他在輸掉的時候 也沒有那麼懊悔啊 我下一次還要再跟你合作哦 他是不是這樣講 這邊幫他扣個1分 感覺也不是很帥氣嘛 我們在遊戲當中 跟他們彼此對戰不止一次 跟克拉拉的最後一場對戰 結束之後 克拉拉的故事結尾怎麼樣 他為了曾經 他作弊的這件事情道歉 他認可了主角的強大 反省了 態度轉變了 結局之中 克拉拉怎麼樣 他一改了以往 修行時會偷懶的習慣 他會偷偷的帶著呆咳嗽 在不為人知的地方磨練自己 最後 他成功了成為俄軍的道館館主 克拉拉 往好的方向發展了 沒錯 太讚了 他未來會不會 拿著這個道館館主的頭銜 重新回歸到他地下偶像的身份 我們不知道 但是他一改偷懶的習慣了 唉 加分 加一分 那奇數的結局呢 雖然說漸漸的有粉絲變得不喜歡他了 實際的例子就是古魯夏 就覺得他好像變了一樣 可是 奇數他正在慢慢的改變 在籃子圓盤 玩家打倒奇數之後 他開始會有點難過了 豬了好像很不甘心 但是看到人氣漲了好像又開心 就是很複雜 在我的角度之下 我覺得這是件好事啊 未來他會不會繼續堅持原先的做法 然後不斷的讓他元老級的粉絲失望 我們不知道 但是從他面對玩家的態度來講 我們看得出他的改變 加一分 恭喜 恭喜 勝負出來了 克拉拉0.5分的些微差距 勝過了奇數 不過現在那個投票人數 大家都能看得到 這個是反映市場的意見 奇數是一個高票 拿了七成的票數 哇賽 30% 70% 沒有關係 大家都可以 因為任何理由而喜歡任何一個人 像我 所有的克拉拉的缺點 其實在我心目中都是優點 那奇數呢 所有他扣分的點 我都覺得很過分 這麼長 這個距離差了這麼長耶 所以說 愛情之所以可貴 就是在這種地方 不講道理 不能用任何的理由去衡量 我們會因為很多很奇怪的理由 會對一個人產生奇怪的熱情 如果有任何理由 可以成為你喜歡任何一個人的理由的話 那愛情就變得可以捏造 因為我可以演戲嘛 我可以整形嘛 我可以假扮成你喜歡的樣子 那就不酷了嘛 我覺得那就不酷了